大家好,本人是庄谨证医生,在湾区行医有32年了 我的专科是脊椎治疗 这32年来,我也有看了超过10万的病患者 大家好,今天我们讲讲腰椎盘突出 脊骨神经线,我相信这个题目大家都有 有个朋友啊,或是亲戚都有 有过这种类似的病况吧 在这个社会,太普遍了 因为这个腰椎盘突出呢,一般是举重 有时候甚至咳嗽,激烈的咳嗽 就会把那个pressure压出来 产生到腰椎盘往后突出的现象 腰椎盘突出的时候,该怎么做啊 因为这种情况不是简单的腰痛 不是说筋啊,肌肉啊 这是比较严重的 腰椎盘突出有分四级 第一级当然是比较轻微的了 一般是在一到两个mm的凹出就是第一级了 最严重的内第四级呢,是十一个mm以上 一般都是医生会叫你开刀了 这种不只是说它的横量,它的弯度,它的 bulging的size,而且呢,还有更严重的是,它凹得太高 太突出的时候,就会撕裂 撕裂怎么办啊? 里面那些discoid materials啊,那些水分啊,就会往外面移 所以这个本身这个腰椎盆呢,是很薄的 那个压力太强的时候,撕裂的时候 那就很严重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医生说,哎呀,这是已经第四级了 马上开刀 很多人就有意了,哎呀,开刀好不好啊 虽然开刀成功率不高,医生一般会跟你讲,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吧 可是为什么他还要你开刀呢?就是怕他撕裂 撕裂的时候,就会有生命危险 腰椎盘突出太严重的时候,产生到脚、小腿、麻、萎缩、残肺 这些大家都知道,这些很熟悉的 那讲讲,腰椎盘突出的时候,走过神经线压迫的时候,该怎么做? 我先讲一个故事吧 我有一个病人,二十四岁的小伙子,非常聪明 这个男生呢,美国出生的孩子 他是UC Berkeley毕业的,现在在Google做工程师 很聪明,他问的问题都是 都是very pointed,smart little kid,individual 说他呢,进来说,他已经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了 他就说,我有腰椎盘突出,disernation 而且是几度他都知道了 他已经看了很多神经科,骨科,针灸,物理治疗 都看起了,最后那个医生是说,开刀 所以他的妈妈呢,跟他一起进来 他妈妈说,他儿子啊,坐着吃饭 在饭厅坐着吃饭,还不到五分钟 就坐不下去了,就要站起来了 是那么严重 他上班的时候,他要一个standing desk,半站,半坐 就是这样,硬撑下去 他是这么重一个孩子嘛 我就跟他讲一下,我们应该治疗的方式了 他说,我是因为我妈妈要我来看,我才来的 可是我已经看了所有的专科 我的保险特别好 什么医生我都看过了 我说,好,没问题 那你先试试我 你不喜欢,觉得不好,那就不用来了吧 好,那头两个礼拜呢 他的脚,看了两个礼拜 算是每天看,是几乎每天看 当然星期天我休息,我就没有看他 看了两个礼拜 他的脚那个麻,就少了一点 看不到两个月 他妈妈很高兴 他说现在他儿子能坐下来 陪着他们吃一餐饭 他那时候是痛到连一餐好餐都不能吃下去 最后看了两个礼拜 两个月,他就能坐着 当然还是痛了 只能坐下来,跟他们大家一起吃饭 他的治疗方式是怎么样啊? 牵引 很多人觉得,哎,牵引是怎么样的做法 就是把那个腰椎盘啊,把它吸回去 这样的治疗方式呢 这样的治疗方式呢 要配合病人 在我诊所那半个小时 四十五分钟,我们又有牵引机呢 是把那个腰椎吗?慢慢 不可以太大力 记得吗?那个腰椎盘是很薄的 你也不想太激烈 他会裂痕的嘛 所以要用轻微 时间要花的很长的 一次,两次,二十次,四十次 这样慢慢给他吸回去 然后之后,我跟每个病人都讲 你看医生 那个时间在我的诊所 只是你治疗的百分之五 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 靠你在家里怎么样做你的运动 我会教他在家里怎么样拉他的根 做运动 所以你一定要配合 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 他看了六个月 六个月之后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他的名字 我特别特别的 因为你记得他来的时候 是非常skeptical 说,哎呀,我来看你喔 我什么医生都看好了 你看不好我的 六个月后 他就介绍他的女朋友来给我看 所以 腰椎盘突出呢,不可怕 可是要定期检查 最好是 还没有到 产生到第四节的时候 十一个MM时候来看我 刚开始痛的时候 最好是定期去检查呢 给脊椎骨医生检查一下 如果是在一 或是stage二的时候 治疗更快 不要等到第三第四 看了所有的医生 之后呢 不能再治了 再来看我们 那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么幸运的 所以 定期检查是很重要 好了 希望大家今天也能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个是多重要 脊椎骨的健康更重要 不要为了 因为要省一点钱啊 而忽略自己的健康 到时候 反而 要花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时间 好了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一节呢 要讲讲脊椎骨治疗跟重车 好 谢谢